3月30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中日防务部门机制性磋商答记者问 有记者表示,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日两国防务部门于3月29日举行海空联络机制年度视频会议 对此,吴谦指出,3月29日,中日防务部门以视频方式共同举行了海空联络机制第三次年度会议 及防务部门第五次工作层磋商,主要围绕两国海空安全政策、地区安全局势、海空联络机制运行情况及防务交流等交换意见 在会上,中方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如何盘算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日方应停止一切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行为,更不要颠倒黑白对中国倒打一耙 中方还就日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举动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 要求日方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对中国造谣重伤,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中方强调,制定海警法是中国正常立法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值得注意的是,自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实施以来 日本媒体反复炒作中国官方船只对钓鱼岛的正常巡航,渲染中国威胁论 此前,日本政府曾叫嚣称,如果中国海警船试图登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日方可能会将此认定为凶恶犯罪,可以向对方进行危害射击 而就在3月16日举行的每日2加2会谈上,两国再次大谈钓鱼岛事宜 并约定将在钓鱼岛以及其他周边岛屿举行演习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明确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美国本土距离南海8300多英里,却常年派军机军舰在南海开展军事演习和抵近侦察 大搞炫耀武力、胁迫威逼的正是美国 台湾、涉港、涉江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美日联合声明无视有关问题的历史经纬,罔顾事实和真相 不过是美日狼狈为奸干涉中国内政的右翼民政和污蔑抹黑中国的恶劣力政